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懂不懂这根本不是蓝好吗 这个是时尚简约帅气风好吗 你懂不懂啊 你懂不懂啊 哥哥 怎么又跟我的魔镜吵起架来了 她说我这个是蓝 这个是我最拿手的时尚简约风了 我刚才听到你说你今天穿的是极简风对吗 对的 而且特别的自信 是的 但是你永远不要怀疑我们魔镜打分的公正性哦 为什么呀 这是最极简的衬衣和最极简的牛仔裤 这个 这就是极简风的标准搭配呀 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 我觉得很完美我的look 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极简和简单画了等号 因为你的单品都很简单 而且呢在穿搭的比例上没有去做修饰 所以虽然是你以为的极简 但是在别人以为是你追求舒适穿的有点随意和蓝散 哦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 但是我要怎么改变呢 那试试换鞋子还是换裤子还是换衣服呀 什么都不用换 贝姐今天告诉你 你既然把简单的单品都穿在身上了 我们只要在比例和搭配上稍作改变 就可以从蓝散的简单风变成帅气的极简风 要不要来尝试一下 好啊 好啊 好了 我们来做第一个改变 肚肚的这套衣服不用做任何的替换 只要在穿法上面稍作修饰 它就可以帅气的去上班了 当当当当 好了 肚肚身上的单品没有做任何的替换 但是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肚肚已经出现了 肚肚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肚肚不妨去问摩镜 这次给你打多少分吧 好的 摩镜 这回我的分数怎么样 哇 好棒啊 我给你打80分 好 是不是很开心 是的 那除了摩镜给你打发 你自己看到镜子里的人 你跟刚才的你做对比 你自己觉得变化是不是很大 是的 特别的帅气 什么都没有改 什么诀窍呢 呃 我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的极简风呢 其实是可以穿的简单 但是搭配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像多多呢 是极简的白衬衣 加上极简的牛仔裤 还有一双极简的小白鞋 那我只是在比例上 对它做了一个调整 在视觉上就有了拉长的效果 第一个呢 衬衣全部扎到裤子里面去 然后正好是一条高腰裤 把腰线拉高 多多讲真的 那件长长的极简白衬衣哦 把你的身材已经割成了7-3分 非常的显短 显矮 显胖 所以把你的身材比例 重新做了解构以后呢 看起来就是3-7分 视觉上就会让人看起来高挑很多 还有几个细节 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 一个呢就是 我把垛垛的牛仔裤 稍微的卷了三层小边上去 这样把脚踝露出来 就会非常的性感 也非常的精神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把它的领子稍微竖起来 三角区流出来 这样子是会既性感又很精干的 还有还有 一定要记得把你的手腕露出来 把衬衣往上扎几段 这样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清爽跟干练的 那这套衣服呢 我就给垛垛配了一个白色的大包包 像这样穿 其实如果在职场上着装没有太高的要求 就可以直接穿着上班了 简单不是极简 纯色也不是极简 极简的确代表了服装的高级感 那极简呢 它的精髓就是做减法 但减法怎么减呢 我们就与去年时装大热剧 我的前半生里 罗子君的穿衣变化 来做案例分享 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 离婚前是衣食无忧的父太太 每天的生活啊 就是逛街买买买 但有钱也不等于有好品味 她把所有的一线大牌都穿在身上 却成了行走的果谱和水果拼盘 反观 离婚后重返职场的罗子君 开始做减法 简简单单反而轻轻爽爽的穿出了高级感 名牌加身不能给你带来高级感 潮流元素的乱堆乱气 也是我们衣品进阶路上的最大障碍 而极简穿搭就是帮你快速提高衣品的另一个重要途径 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样子呢 贝姐的极简两步法帮你轻松搞定 极简两步法 我要先强调一下 极简绝对不是等同于简单 极简的穿搭风呢 就是将穿搭主体的数量做减法以后 通过色彩搭配啊 品质感啊细节感 包括我们的配饰加分 等等的合力因素 然后一个完美的综合呈现 当然你们也不用担心 我把你们绕回复杂的老路上去了 记住下面几个要素 你就能轻松的hold住你的极简风了 极简风两个步骤 扔跟搭 第一步扔 你的衣柜里是不是有很多衣服 都是你不爱穿的 甚至常年都不穿的 但又不舍得扔呢 相信你一定有的 但是在不知不觉中 你的衣柜状态 已经严重在影响你的衣品了 Less is more 所以极简穿搭的第一步 给你的衣柜做减法 你需要把你衣柜里的衣服 重新进行分类 你要搞清楚哪些衣服是你最经常穿的 你要把它们放在最外面 那同时要搞清楚 哪些是你基本不会碰的衣服 那这些就可以大胆的把它断舍离了 给你的衣柜留出更多的空间 让自己的穿搭也会有更多的选择 第二点就要重点讲一讲搭了 整理完了衣柜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极简穿搭的第二步 重新进行搭配 贝姐有没有快速好记不遗忘的搭配口诀呀 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记住九字口诀 黑白灰米卡蓝同色系 第一我们来讲讲色彩搭配 我们把使用率最高的这些衣服留下来以后呢 就先看看有没有下面这些颜色 黑白灰米卡蓝同色系 那黑白灰米卡蓝 这几个颜色呢都非常的好懂 不需要太多的解释 但同色系呢就是相同的颜色 可以有不同的深浅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具体讲到 黑白灰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黑白灰的搭配 那黑白灰呢是永远都不会出错 也永远不会过世的颜色 简单的三个颜色 就可以做出多种搭配方案 我们以黑白灰各三套为例 看看能组合出一些什么样的亮点 第一组黑黑 黑色上衣和黑色下妆是最常规的搭配 一定不会出错 最出彩的就在于鞋子的点缀了 不太建议再配黑色的鞋子 这样会太沉闷 可以大胆的尝试各种颜色的尖头皮鞋 如果想低调优雅 白色米色呢是最佳选择 如果想时髦拉风一点 可以勇敢的把宝兰啊 眉红啊甚至果绿穿起来 第二个组合 黑白 黑色上妆和白色下妆是最经典的搭配 无论是配一双黑色或者白色的鞋子 都足以让你整个人看起来知性优雅 鞋子上如果有一些搭扣的设计 会让整套装扮更加的出挑 第三套look 黑灰 黑色上妆和灰色下妆 从符合情境的角度 不同季节的灰度建议略为有差别 像在秋冬季我们用深灰 显得端妆沉稳 到了春夏我们可以用浅灰 更能够营造出清爽的感觉 第四套搭配 白白 白色上妆和白色下妆 这个比全黑的常规搭配 在颜色上多了一些更清爽的感觉 配黑色或者白色的鞋子 都是最安全保险的方案 同样的 我还是建议可以尝试一些亮色系 或者撞色系的鞋子 但是全套白一定要记住 色度一定要一致 但是纯白和米色配 就会给人一种脏脏的感觉 第五种搭配 白黑 白色上妆和黑色下妆 依然是简单 却不枯燥的选择 配黑色或者白色的鞋子 当然是最保险的方案 同第四套方案一样 也可以尝试一些亮色系 或者撞色系的鞋子 让整套的路客出挑一些 第六套搭配 白灰 白色上妆和灰色下妆 嗯 我们会觉得白加黑的组合 穿了那么长时间了 会有一点点乏味对不对 那灰色的柔和感 会让你看起来更加的柔美 但是这种搭配方案呢 就不建议亮色的鞋子了 因为灰色有满满的高级感 所以我们最保险的是 用白色或者灰色的鞋子 但是呢 我会更加建议大家 可以尝试穿上裸色系的鞋子 比如裸粉 让你在高级感中呢 又带一点点柔和的色调 第七套搭配 灰灰 全套灰 从非黑即白的套路中抽离出来 展现出另外一种高级感 可以是全套灰 也可以是上下妆的灰色度错开 让你看起来 会有一种更丰富的感觉 第八套搭配 灰白 灰色上衣和白色下妆 鞋子最佳的选择 当然还是灰色或者白色 让它保持统一感是最舒服的 所以当你选择灰色的单品的时候 其实不建议你的鞋子 太过于用亮色来出条 第九套搭配 灰黑 灰色的上妆和黑色的下妆 鞋子最佳选择当然是灰色或者黑色 原理和第九套是一样的 三套黑白灰我们就轻松搭出了九套搭配方案 两个礼拜穿衣服都可以不重样 省时省力又高级 贝姐我好像又学了很多的招 这个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那我们再来做第二套改造好不好 好啊 我现在在你的单品依然不做任何改变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出门度假了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期待 我们来开始吧 我们的第二套改造完成了 多多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吧 多多 多 是不是很想知道 魔镜这次给你打多少分 是的 去问问它吧 哇我这次真的好喜欢 魔镜魔镜 这次你给我打多少分 我要给你打一百分 太喜欢了贝姐 是不是很开心 是的 那你知道魔镜 为什么会给你这么高的分数吗 贝姐搭配的好呗 你给我讲讲 真会说话 好吧我来给你简单的总结一下 可要记住啦 下一次不要再出洋相了 没问题 那第二套改造方案呢 是在多多身上的单品都不做改变的情况下 让它穿出度假风 非常的简单 想要度假呢 就把衬衣撩出来以后 因为这件长衬衣的衣摆是有一点点长的 所以呢把它高高的记起来 扎在胸下面我们的整个腰这一圈的位置 因为多多呢是非常标准的这个沙漏型的身材 所以呢夏天出去度假可以把它的小男腰露出来一点点 这样子就非常的有度假风了 那还有一个小改变呢就是在它的领子处理部分 上一套呢让领子稍微立起来 这样去职场的感觉是非常的干练 那这一次呢我让它把领子尽可能的铺平打开 然后把这一块三角区的位置会裸露的更加充分一点 那度假的感觉就更饱满了 那同时呢我给它增加了两个小单品 因为度假一定是离不开草边类的单品的 我给它增加了一顶小草帽 同时在包包的选择上 是配了一个跟草帽同色系的棕色小香包 这样就可以直接约朋友去海边吹风了 我已经非常期待穿着它出去玩了 第二个色系米卡兰 黑白灰肯定是最安全最保险的选择 但是只有黑白灰未免会觉得生活 显得有点枯燥乏味 那又要比较安全 要有些变化 那我们的选择可以把目光头像 米卡兰这三个颜色 米色跟卡齐色呢 是属于大地色系 还有一个色系就是很多人忽略掉了的蓝色 我们先来说米色和卡齐色 很多人呢会很容易 把这两个颜色混淆 其实米色跟卡齐色 还是有区别的 米色呢更接近白色 米白米白它跟接近 它有点像大米的那种白色 就是米白色了 但是它没有白色那么纯净 又比白色显得更柔和一些 卡齐色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土色 它介于浅黄褐色和中浅黄褐色之间 是成土的颜色 这两种颜色呢也是百搭色 虽然没有亮色那么艳丽 也没有黑白灰那么经典 但也是非常实穿好搭配的颜色 再说到蓝色 蓝色呢是被大家忽略了 但是非常适合东方人的颜色 它的色彩有一种非常宁静的感觉 容易给人愉悦和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们平常可以把蓝色 多加利用起来 好了为了让你们更加实用 我们对米卡兰也做一些 搭配上的建议 搭配方案一全套米 米色上衣搭配米色下妆 配上米色或者卡齐色的鞋子 肩上搭一个卡齐颜色的包 温柔的气质就显出来了 这也是约会的首选颜色搭配 第二套方案全套卡齐色 卡齐色上衣搭配卡齐色下妆 配上米色或者卡齐色的鞋子 我们肩上再搭一个米色的包包 非常的得体大方 所以第一套跟第二套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全套米的时候 小部件小装饰用卡齐色来中和 那全套卡齐色的时候呢 我们就选择米色来衬托提亮 第三套路可米色配卡齐色 米色和卡齐色属于同色系 比白色更柔和 不管是上面米色下面卡齐色 还是上面卡齐色配下面的米色 都既有同色系营造出来的整体感 又因为色度的差异展示出一种丰富度 第四套搭配全套蓝 刚才讲到了蓝色是天然自带宁静气质 几乎适合所有的人可以大胆的尝试 不管是蓝色的针丝 蓝色的棉布 或者是蓝色的牛仔 都非常的适合我们东方人 而且能够给人一种特别舒服干净的感觉 第五套搭配蓝配黑 作为百搭色的黑色又要出场了 和蓝色的搭配自然是不会出错的 但是在秋冬更适合蓝色的大衣配黑色的裤子 或者蓝色的毛衣配黑色的裤子 到了春夏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黑色的上衣 比如像针丝或者棉质去配一条蓝色的裤子 或者蓝色的散裙 由黑色负责压阵 蓝色来负责出条 第六套搭配蓝配白 那百搭色白色肯定耐不住寂寞 它也要出场了 在白色跟蓝色的搭配方案里面呢 我会更倾向于大家选择在春夏进行搭配 白色来负责干净清爽 蓝色负责腔调风格 第三个方案就是同色系了 要特别提醒一下爱美的姑娘们 极简可不要走入一个误区 极简不等于只有黑白灰米卡兰 这些最基本最安全的颜色 其实也可以大胆的去尝试一些像 湖蓝啊果绿啊水粉啊这样的颜色 只是呢把它保证在一个同色系的框架里面 同样呢既能够有这个极简的感觉 同时呢又能够让你的look看起来 更加的出挑和有变化感 在这个同色系这一块呢 搭配上只需要记住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同色套装 套装当然是最省力的搭配了 整套买整套穿 材质和款式都有一致性 尤其在亮色系的穿搭里面 像制服类我们首选同色套装 第二个要点就是同色渐变 相对于同色套装呢 同色渐变对搭配功力的要求 其实会更高 也属于进阶版的选择 通过上半身与下半身同色系 但是色度有轻重差异 让整套看起来既有整体感 又富有变化 从而在视觉上能够达到 看起来匀称又修长的效果 再分享一个实用的tips 如果你的上半身是比下半身要粗壮 那我们就保证上半身的色度 要强过下半身的色度 比如说霉红色的上衣 搭配浅粉色的裤子 那反过来 如果你的下半身比上半身 要更加的粗壮宽大 那我们就让下半身的色度 比上半身的色度更强 比如说霉红的裤子 搭配浅粉的上衣 第二步款式选择 衣服搭配的款式有千千万 但是哪一个才是最适合你的呢 把握一个原则 上下部分不能同时用力过猛 如果你的上身突出设计感 那下半身呢 就应该力求简单 如果下半身有很反腐的细节 那上半身就要追求极减 对应到自己的身形 可以把这个掌握一个平衡 上身重 我们就在下半身去做突出 如果下半身比较宽胖 那我们就在上半身多花心思 如果对自己的身形 还不够了解 就一步去复习第一集 毕竟再好的身材 也会有穿错衣服的时候 那我们对照我们的身形 再来做一个示范 沙漏型 也是我们最羡慕的S型了 肩和胯几乎同宽 腰很细 这个时候呢 就是掌握好 平衡就好了 因为这种身材 穿什么都好看 梨形 上窄下宽 那我们上半身呢 就多去选择有设计感的衣服 下半身保证基本款式就好了 这样可以拉宽 上半身的视觉 和下半身形成和谐的比例 草莓形 那草莓形 正好跟梨形和苹果形相反 下半身就可以多去选择 有设计感的衣服 上半身保持基本款就好 这样可以拉宽 下半身的视觉 和上半身形成和谐的比例 直筒形 直筒形应该是最适合放飞自我的身形了 因为上下比例接近一致 所以只要掌握某一半身的设计感 另一半身保证用基本款 确保整套路客 别打扮的太戏剧化 太夸张就可以了 当然还有一个大计 就是不要穿宽腰的衣服或者裙子 因为本身已经没腰了 宽腰的衣服或者裙子 会让你看起来腰更长 苹果形 苹果形呢要多选择 上半身有设计感的上衣 下半身保持基本款就好了 同样的也是去拉宽上半身的视觉 让下半身看起来跟它和谐一致 不同的身形呢 要注意不同的款式搭配 这样才能够穿出满分的搭配效果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包包在极简搭配中加分的搭配技巧 包包的选择 正所谓包制百病 我相信所有的姑娘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包包版 我也不例外 从一线的大牌到轻奢品牌到设计师 再到高级的品牌 这十几年间可能入手了不止几百个包包 那么我就会用这二十年我在买包路上交过的学费 告诉你在极简风格里面 选包只有一个要点 那就是挺阔包型 为什么是挺阔的包型呢 因为它保证了实用的百搭以及有形有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别别的包型天然就是没有气场的 而挺阔的包型保证了你无论是在职场 出行度假还是约会都能够有气场2米8的气质 而且在休闲度假中挺阔的一只小香包 还会让你非常有复古的气息 我们来看一看不同大小不同场合的挺阔包型 在搭配当中是怎么出彩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组挺阔的包型 既实用又百搭 不管是什么场合也不管是大还是小 在工作或者在约会中都是最好的搭配单品 说完了包包我们来聊一聊在极简的穿搭风里面鞋子的选择 其实鞋子呢和服装单品是一样的 在数量上尽可能的做减法不求多但求金 但是依然有下面三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准则 纯色系 比如百搭的黑色白色就不用说了 单色系不管是什么颜色都尽可能的让这个颜色非常的极致简单 花纹要少 因为作为全身点缀的它真的不建议去抢服装的系 第二个准则款式经典 最经典的款式就是尖头鞋 不管是尖头高跟鞋还是尖头平底鞋 因为尖头鞋是最修饰脚心也最具备女人味的心 兼顾了实用和好看 它同时能够让你应付很多的场合 不管是上班还是应酬度假还是休闲 一双鞋就搞定了 第三个准则细节初彩 在尖头经典款的基础上 可以在款式的细节上有那么一点点变化 比如有一丝丝活蝶边的设计 搭带的装饰 或者是鞋面的线条是一个鞋边的拉长效果 可以让你的鞋看起来更加的修长 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初彩细节 在今天的黑白灰搭配方案里面 在鞋子的选择上 我们也都运用到了这三点原则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那很多姑娘就会问了 那我平跟鞋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是不是跟高跟鞋的这个原则是一样的 答案是肯定的 也同样是尖头细节出彩 然后尽可能的唇色系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用这双白色的鞋子做参照 不管它是配裙子还是配阔腿裤 因为色泽够纯 然后尖头能够修饰出 非常有女人味的这种性感 同时呢它在鞋头的部分 有一个波浪边的小设计 就显得非常的出彩了 好了我们讲完了衣着包包和鞋子 还差点什么呢 我们来讲讲首饰搭配 首饰呢比衣服更能够搭出个人风格 在极简的搭配中 全身的黑白灰或者铜色系 配上一条色彩艳丽的事物 或者是一条长长的珍珠项链 会给人非常高级的感觉 实际上呢首饰搭配 不要看起来又有耳环 又有项链又有戒指 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其实非常的容易 首饰的种类琳琅满目 举不胜数 那这里呢我就拿最符合 亚洲人气质的珍珠项链 来举例说明 珍珠在首饰里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不管是二十出头的小清新的年轻姑娘 还是三十出头的优雅知性亲属女 甚至是四十五十岁的贵气阿姨大姐 都能够完美的诠释 我曾经就做过一期直播节目 用一根最基本的珍珠长链 变化出了101种的珍珠搭法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最常用的11种 第一种最基础简单的单链 第二种调节长度成双层链 它还可以调节两条链子之间的长度差异 第三种调节长度到三层链 同样的也可以把三层链子错落开 第四种调节长度成四层链 同样也是可以把链子的长度交错 有一种丰富的感觉 第五种可以在胸前打个结 这也是戴安娜王妃最钟爱的打结式穿搭法 第六种缠绕在手腕 让它变成一条手链 第七种把包包的链子取下来 用它来替代包链 第八种把它别在腰间当腰链 这个时候还可以配上一根胸针 细节会看起来更加丰富 第九种把链子放在路背衣服或者裙子的后背 特别适合在小宴会的时候风情万种 第十种和其他材质或者款式的长链混搭 可以是复古筋也可以是石头的长链 第十一种和丝巾交织在一起 做出一根很特别的混搭项链 有没有觉得在穿搭中充满了创意 那如果你也有一根长长的珍珠链子 你会怎么把它发挥到极致呢 那在手势搭配中呢 你还要记住一个法则 如果超过两个或以上的部位配戴配饰呢 就要尽可能成套了 即便原来不是一套 你要让它们在视觉上有整体感 比如金耳环就与金项链要相配 珍珠耳环和珍珠项链相搭配 同等的材质或者是同等的款式 让它们看起来有一种整体平衡的感觉 这样避免了视觉上杂乱感 也不聚焦也不统一 至于你们关心的丝巾啊 墨镜啊帽子 它们也都属于配饰 但是呢 它们会受场合跟时间空间的限制大一些 并不属于一个必备的单品 所以呢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 度假专场里面单独提到 而关于极简穿搭风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美剧 The Good Wife 傲骨贤妻 从穿搭学来看这部剧呢 它绝对是一部极致的诠释了 极简穿搭的样板时装剧 剧中女一号Alisha和女二号Diana 都是像教科书一般的极简风穿搭榜样 专业经验的Alisha Diana 在办公室中摆遍了套装造型 同时在宴会场合 也永远都能够以高雅美丽 不俗气的礼服裙出现 把单品的极简 布料的精良 做工的精细 款式的细节出彩 包括配饰的增添光辉 都诠释得淋漓尽致 极简穿搭这种风格呢 好像听起来很简单呀 应该不会有太信任的地方吧 但是其实它整体中散发出 一种不露深色的魅力 只要你搭配得当 这样的搭配永远都会超越流行 就像我们常说的 流行意识风格有存 越是简单的东西呢 越需要我们做到完美 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分享了 色彩搭配如何做到 视觉的冲击力和打破沉闷感 款式如何搭配才能够体现层次感 配饰如何搭配才能够画龙点睛等等等等 所以说呢极简是因为它把繁荣的细节全部都剔除掉了 所有的精华于一身 所以才有了高级和高智慧的时尚感 你听明白了吗 穿搭课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实践了 所以呢今天一样给大家留了一份非常有趣的作业 对照今天的内容 尝试把你的衣橱进行分类 然后筛选出属于你自己的极致穿搭的单品 哪些是属于符合极致穿搭风的单品 哪些不属于这个范畴 可以拿出一到两件作为参照 欢迎你把作业分享到我们的讨论区 我今天依然准备了精美的礼物留给认真听讲和认真做作业的姑娘 完美的身材很少见高超的衣品可修炼 而作为女孩子呢永远在抱怨衣橱里面少了一件衣服 那下集呢我就会给大家带来更加实用的美丽巾 如何打造你自己的衣橱 不要走开我们今天还有彩蛋 今天的彩蛋就是超级实用的极简搭配穿衣技巧 用好你的三个性感地带 我遇到过很多吐槽 明明我跟别人穿的都是一样的衣服 身材也差不多 为什么别人穿的就是比我好看 比我有女人味呢 其实啊你留意发现 他们用好了自己的三个性感地带 第一个性感地带就是露出自己的手腕 穿衬衣或者毛衣的时候可以稍微的卷起自己的袖子 对比一下放下袖子和把袖子挽起来 你会发现卷起来会让你精神很多 第二个 露好你的脖子跟锁骨 把你的衣服选择大V 或者是把衬衣开到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扣子 充分地把锁骨这一块的三角区露出来 这样你会看起来很性感很迷人 而且非常的精神 第三个就是勇敢地露出自己的脚踝 把我们的紧身裤或者是阔腿裤 可以稍微的往上挽一挽露出我们的脚踝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会非常的性感哦 下车点,下车点,下车点来